今天我们来录一个开箱视频 拿到快递用后里面会有安装火柴 压力罐 推动片 随键文档 这上面有微信和电话号码 和一些使用的注意事项 有两个口条的泄水阀 水水泵的供品 这边是进水 这边是出水 然后把泄水阀装到进水的这边 一定要拆好生料袋 引上去 这很简单的 这里有个细节 就是这两个泄水阀 它没有在一个平面上 不是在一条直线上 这是我们故意这样设置的 这是为了一个同步的问题 然后压力罐的话 你会在这个 银材带里面找到这样一个对湿 然后把它拧到这个位置 要缠生料袋 这个有湿口的位置 你就要缠生料袋 然后把压力罐拧上去 也是缠好生料袋拧上去就行 然后这样你就可以拿去安装了 和两个固定的卡扣 卡到任何位置都可以的 你等你能卡住 然后用这个木铺把他冰冻木板上 托卡托 先卡上 要托住它 不行了 你的进水管安装 这种双把管预留的一般都是罗文接头 你如果是用PVC管 作为进水管的话 主台包里面会有这么一个直接头 直接插PVC管 用胶水粘接一下 做进水就可以了 出水管这边也是给你预留的罗文接头 用PVC管的话你就做个内罗文 再给你拧上去就可以了 如果你也是用PVC管的话 你会用这种直接 也是给你拧上去 我们装进水管了之后 把水打开过后 让水流出来 把空气排掉正常了 我们再带着进水管对上去 这个是快捷 这里不用缠生料袋 我看到很多人跑到这里去缠生料袋 这个内部是有电圈的 快捷位置不用缠生料袋 一定不要缠 这个位置 出水管 这边 我们这里你可以看得到 这里是有生料袋的 这个意思是口拆 你的出水管 如果你不想用四分或者六分 你想用一寸的 但是我们这边已经变成四分的头子了 你就可以自己去搞个一寸的 这里就是直接就是一个一寸的街头了 有压力表的话 在这个位置 换装压力表 接口拆好生料袋 然后把它拟上去就行 压力表不要抓着这个位置 你好 用扳手 用扳手卡住这里 不要去搞这边